女孩因拥有绝美容颜而感到羞愧 她整天用头巾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导致年方二八还留在娘家 母亲为了她的婚事愁坏了身体 好不容易有人上门相亲 可男人却偏偏相中一旁的妹妹 无人能接受保守的依莎 只能将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 家人为祝贺她刚刚获得硕士学位 特意送给她一辆电动车 没想到新车第一天上岗 就被旁边的豪车撞倒 司机竟然没有察觉 依莎气愤地敲响车窗 不承详女司机不仅没有对此打到抱歉 反而指责是她没有将车停到停车位 甚至嘲笑像她这样的穷人估计也买不起车 依莎气不过和司机理论 结果副驾驶的男人竟然提出让依莎自己负责 还表示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女人 可以在大街上骑电动车 说罢便下车递给依莎一达钱 表示这些足够她去修车 依莎接过钱 瓦德以为花钱能了是刚要走 却被依莎叫住 看着女孩离开的背影 瓦德呆呆地站在原地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只能将其撒在豪车上 两个思想差距巨大的年轻人就这样纠缠在了一起 隔天 依莎去大公司应聘秘书职位 她那优秀的简历和真诚的言谈令总裁一眼相中 没想到却被要求脱掉头巾换身衣服 这无疑是触动到依莎的痛苦 在工作和投杀之间 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投杀 即使对方亮出高额的报酬 可为了维护尊严 依莎果断拒绝 她刚要离开 被一个男人叫住 男人表示自己刚刚一直坐在办公室里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自己对依莎很满意 希望她能来自己公司就职病地上一张明天 为了能好好表现 妹妹特意陪同她到商城置办新衣 毫无疑问又是一堆各式各样的投杀 在一堆物件中 沙姆发现了一枚钻石戒指 这枚戒指能换实车头巾还不止 原来就在刚刚商场转角处 依莎和一个富家太太相撞 黄管中依莎将装戒指的袋子带回了家 好在袋子里有商店的联系方式 很快找到了戒指的主人 依莎亲自将戒指送还给了太太 表示自己本可以瞒着她 可做不到瞒着上帝 这让信众主的太太对如此虔诚的年轻人感到欣慰 当太太提出要给依莎报酬时 却被她果断拒绝自己是不会索取任何回报 她实惊不昧的精神令太太很开心 太太留依莎喝杯茶再走 不巧这时门口遇到瓦妹 原来富太太竟是瓦德的母亲 瓦母似乎萌生了让依莎做自己儿媳妇的面脑 女孩从出生就带着投杀 只因她秀于将绝美容颜显现于世 很多公司难以接受她不合群的打扮将她拒之门外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允许带投杀 却被老板的儿子瓦德视为异类 再加上客户也难以接受她那古板的造型 导致依莎第一天上班就被瓦德解雇 为了保住尊严依莎没有任何反驳 本就无人想娶的依莎又突然失去工作 这下急坏了母亲 立马给依莎安排相亲以此分散注意力 没想到男人竟看中了一旁剑谈的妹妹 对古板的依莎根本不来电 这样依莎犯起了仇 好在白天姑姑向依莎提出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想要娶依莎 那就是她的堂哥海特 家里这个大龄圣女终于有人要 隔天老板竟亲自登门拜访 请求依莎能回公司上班 当瓦德再次见到依莎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质问她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 而依莎也没惯着她 甩给她一句你自己问你爸后转身离开 留下瓦德一人独自郁闷 而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依莎正在去给瓦爸送文件 瓦母再次见到依莎很是高兴 一激动不小心滑倒在地扭伤了脚 依莎急忙将夫人扶回房间 阿姨让玛丽给舅妈上药 可玛丽嫌弃得很果断拒绝 而一旁的依莎没有多想 直接用手热肤耐心地给瓦母上药按摩 能够遇到依莎 是瓦母的幸运 老人再次萌生了想让依莎做儿媳妇的想法 隔天 公司来了一个大客户 瓦爸将蒋姐的工作交给依莎负责 瓦德一百个不愿意 可临时换人已经来不及 只能让依莎做介绍 而依莎那全面又专业的蒋姐得到甲方频频赞同 本以为五百个订单即将拿下 没想到依莎将目前公司机器坏的消息告诉了甲方 虽然她极力表示公司将立刻处理危机 但甲方果断拒绝了合作 这下终于让瓦德找到机会向父亲告状 可依莎却认为做生意诚信最重要 不应该隐瞒事实 毕竟她的这一举动让公司痛失了一个大订单 气得瓦德向表妹玛丽抱怨 自己从未见过如此自作主张之人 本就喜欢瓦德的玛丽也从未见过她对一个女孩这么在意 便吃起醋来 迎着瓦德心意一起咒骂依莎 没想到晚上 瓦爸接到甲方电话 表示对贵公司的真诚所打动 决定增加十万个订单直到机器修好再生产 明明是件开心的事 可瓦德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难道古板的依莎真的有什么魔法吗 转天瓦姆出门逛街 刚好遇到依莫 原来两人竟是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 相约明天和家人一起聚聚 依莎和母亲来到私宅 一眼便得知这就是自己老板的家 瓦姆见到依莎更是分外的高兴 当即便向朋友提亲想让依莎嫁过来 如果女儿能嫁给这样体面的人家那是再好不过 可依莎已经许配给了她堂哥 便无可奈何的婉拒 殊不知乌龙即将发生 女孩羞愧于将绝美容颜显现于世 只能每天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导致成为大龄圣女无人敢娶 每天都祈祷希望有人能迎娶自己 好在堂哥偷偷告诉母亲自己的心意对象就在家里 姑姑以为儿子看上了依莎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依莫 可把依莫高兴坏了 而瓦姆一直对依莎很是喜欢 希望她能做自己儿媳妇便向好友提亲 可依莎已经许配给堂哥 依母也只能委婉拒绝 没想到堂哥看上的不是依莎而是她的妹妹塔莎 堂哥提醒依莎让她看清楚事实 哪个男人会喜欢她这样如此古板的女人 依莎不仅尊严被损 甚至还错过体面人家的提亲 而瓦姆为了能让瓦德稳定下来 决定将表妹玛丽许配给她 虽然玛丽嚣张跋扈 但毕竟知根知底 瓦德也是个听话的主 随即便答应了下来 很快两人举行了订婚仪式 而得知真相的义母为了女儿的幸福 决定厚着脸皮去找瓦姆答应提亲 却不成想一切都为时已晚 希望再次破灭 瓦姆信任依莎想让她帮忙准备婚礼物 瓦德回来刚好撞见帮是投杀的依莎 依莎立即叫住她 难道你这不问青红皂白 随便冤枉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说爸便转身离开 瓦姆让儿子送依莎回家 玛丽不放心两人独处嚷嚷着也要跟着 一路上玛丽不忘羞辱依莎 要不是看在瓦姆的面子上 像她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坐豪车 见依莎不与自己争论 便又开始起腰额子 非要让瓦德停车去买冰淇淋 依莎独自一人留在车里 见两人许久未归便下车查看 不巧这时一辆摩托车上跳下一名歹地 指着三人索要钱财 玛丽趁气不备一把将歹徒推倒后 便呼叫几人赶紧上车逃离 此时的依莎被这一幕直接下呆 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而已经上车的瓦德看到依莎正在被威胁 不顾玛丽的劝阻返回原地 玛丽见状独自一人开车跑路 瓦德将身上的钱财全部交给歹徒 可对方并没有收手 又看上了依莎的戒指准备抢劫 是可忍孰不可忍 瓦德一拳将歹徒打倒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对方 直接开枪命中瓦德后逃之夭夭 好在子弹只是进入胳膊并无大碍 这可把依莎吓得不轻 他只能靠向主祷告以此来帮自己赎罪 玛丽也闻声感爱 还不忘埋怨都是依莎的错 这让本就愧疚的依莎更加无法原谅自己 每日一泪洗面 公司里不见瓦德上班 依莎很是担心 于是下班他悄悄带了一束花来看望瓦德 既然如此 依莎将鲜花递给瓦德后慌忙逃离 话虽如此 但看到依莎离开的背影 瓦德思绪万千 女孩从出生就裹着投杀 生怕自己的容颜被男人看了去 就是这样像尼姑般的女孩竟也有开窍的一天 自从瓦德为保护自己而受伤住院 依莎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瓦德的身影 他从瓦努那里得知瓦德不仅发烧 甚至还没有吃早饭 这下依莎更是坐不住 但自己又不好去刻意接近瓦德 只好派仆人先去打探消息 看着仆人被瓦德撵了出来 依莎只能壮着胆子亲自送上吃食 并介绍自己拿来的三明治和茶水 瓦德声称自己不是瞎子 两人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来送这些 依莎的温柔是瓦德从未感受过的 看着瓦德将三明治吃进去 依莎很是欣慰地离开 晚上 依爸将瓦德即将订婚的消息告诉了他 依莎顿时没有了胃口连饭都没吃 难道自己真的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人 而另一边 原本瓦德也看不上古板的依莎 但回想起两人的点滴静也不认神 连玛丽走到跟前都没注意到 他埋怨瓦德昨天为什么没跟自己跑 而瓦德反问就这样丢下我们 显然玛丽将自私自利演绎的淋漓尽致 他急忙表示自己困了想回去休息 瓦德将她叫住 一个是关心自己的古板女人伊莎 一个是自私自利的未婚妻玛丽 瓦德陷入深深的思考 很快 两人将举行订婚仪式 伊莎帮忙准备塑星花 却和瓦德撞了的满怀 荒乱中两人的手碰在了一起 四目相对近 谁都没有说话 仪式上 瓦德将订婚戒指交给伊莎看管 妹妹塔莎认为 这枚戒指原本应该戴在伊莎的手上 说罢便将戒指给伊莎戴上 却不成想戒指怎么都拽不下来 这时新人即将交换戒指 才发现盒子空空如也 玛丽得知是伊莎将戒指带了去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认定就是伊莎故意而为之 她自己嫁不出去 却偏偏要祸害别人 伊莎白口莫辩 吓得塔莎急忙解释 是自己的莽撞做错了事 晚上躺在床上的伊莎辗转难眠 瓦德的影子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伊莎很是苦恼固而无法专心工作 由于她的失误 导致公司痛失十万卢布 瓦德对此很是气愤 伊莎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诚恳的道歉 可瓦德还当着众人面喋喋不休地指责她 她不知道的是 伊莎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她 难道只有逼而远之才能让自己好过一点吗 女孩从出生就裹着投杀 男人们都将其视为异类 导致伊莎的婚事迟迟没有着落 本以为母亲托人给找的40岁大胡子男人能接受 没想到对方竟然果断拒绝 好在母亲的好友瓦姨对伊莎甚是喜欢 总以伊莎的标准来要求未来而媳妇玛丽 不仅不让其外出聚会 甚至还对她的衣着规范起来 这让本就开放的玛丽极其不爽 她向瓦德抱怨被瓦姆知晓 瓦姆又将儿子教育了一顿 这一幕刚好被来拜访的伊莎撞见 瓦德将气都撒在伊莎身上 认为她在庄君子被地里偷听别人讲话 备受侮辱的伊莎委屈地离开 瓦姆解释是自己叫伊莎来的 将瓦德训斥一番并让其向伊莎道歉 一向自大的瓦德也只能低头认错 并提议开车送伊莎回家 玛丽不放心两人独处决定跟着 一路上玛丽抓住机会讽刺伊莎 竟没注意撞上过马路的男孩 几人下车查看 发现男孩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吓得玛丽打算招式逃逸 可伊莎苦苦哀求瓦德能救救孩子 看着他那真挚的眼神瓦德抱起男孩送往医院 很快警察前来调查 瓦德为了维护玛丽挺身而出 表示自己是肇事司机 并想要贿赂警察能放过自己 好在警察也是一个正义的人拒绝了瓦 这样伊莎很是欣慰 医生通知几人孩子并无大碍 很快就可以出院 伊莎万分感谢瓦德是他的善良救了孩子 此刻的两人似乎心灵相通 经此一世 伊莎的影子也时常出现在瓦德的脑海里 他也陷入思考 隔天伊莎在公司遇到瓦德 伊莎不知自己到底是怎么 晚上 伊姆又给伊莎安排相亲 这次南方对他很是满意 转天便拆没人送来一大堆首饰作为定情信物 可伊莎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而另一边的瓦德不见伊莎开始坐立难安 从秘书那得知他今晚订婚 回家后便被母亲叫去参加订婚宴 婚宴上 瓦德一时间找不到母亲竟走错了房间 看到美的不可方物的伊莎 瓦德竟看直了眼 一时间瓦德不知如何解释借口离开 伊莎的手冰冰凉 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订婚过于紧张 抑或是自己还没有确定心意而思绪万千 可终究没有给他太多时间思考 另一边 等不到瓦德的玛丽开始慌了神 他没忍住 还是给瓦德打去电话询问何时回来 并故意套话伊莎今天美吗 瓦德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了 竟然夸赞起伊莎 仪式即将要举行 但南方看到果得严实的伊莎就不太高兴 表示务必让他将投杀摘掉 这无疑是触碰了伊莎的底线 伊莎表明立场 纵使婚后自己无条件听从丈夫 但只要违背主的意愿都坚决不会妥协 这让婆婆一时间无法接受 当即便提出取消婚约 这对于伊莎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瓦德看在眼里心疼不已 女孩未遮住绝美容颜 订婚宴上包裹得严严实实 导致未婚夫一家极其不满 当即便取消婚约 伊莎的父母应受不了打击双双倒下 堂哥猜测他应该不只是为了维护尊严 或许他早已有了心上人故意找查不嫁 殊不知正是堂哥一句话彻底点醒伊莎 瓦姆为了安慰伊莎特意将她叫到家中 两人畅聊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温馨的一幕被瓦德瞧见甚是欢喜 不巧这时玛丽走来 她见不得这样温馨的画面气得直跳脚 为了不错过祷告时间 伊莎跟随仆人进入客厅祷告 这时塔莎打电话催促她回家 并询问她是否见到了那个让她心烦意乱的人 伊莎顿时慌了警告她不要胡言乱语 塔莎表示如果要是自己的话 一定会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 可瓦德已经订婚 纵使伊莎承认自己确实爱上瓦德 可信奉真主的她是断然不会让瓦德知道的 不成想两人的对话被玛丽听到 玛丽开始暴怒 羞辱她怪不得隔三差五 就能在这所房子看到她的身影 原来你真正的目的就是从我这里夺走瓦德 你就是一个巨星叵测的心惊女 纵使伊莎否认解释 可玛丽认定了就是伊莎的错 嘶吼声引来长辈们 她向众人状告伊莎从一开始就想成为这个家的儿媳妇 是因为她看上了这个大房子以及奢侈的生活 还记得订婚宴上 她偷偷将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瓦姆警告玛丽差不多得了 可她根本不想停下来 直接摘掉戒指戴在伊莎手上 并大喊 你们不是都看不上我吗 这下你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伊莎羞愧地将戒指放下慌忙逃离 瓦姆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瓦德 并斥责她的未婚妻竟然对客人不敬 瓦德也开始对玛丽厌烦 认为她一定是疯了才会认为伊莎能爱上自己 看着玛丽激动的神情 瓦德也开始怀疑 她给伊莎打电话求证却被她拒接 在公司两人都坐立不安 心急的瓦德终于绷不住了打电话让伊莎来办公室 可伊莎不知如何面对她 立刻收拾东西借口自己不舒服请假回家 而瓦姆早已在家等候多时 想替玛丽向伊莎道歉 回家路上 瓦姆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呼吸困难 司机立刻将她送往医院 得知是突发心脏病 而瓦姆从未得过这个病 玛丽认为婆婆一定是在伊莎那里受了刺激 这让瓦德对伊莎产生了戒指 伊莎一家得知后赶往医院 瓦德见到要逃离的伊莎将其拦下 自从你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们就一之不顺 都是因为你我母亲才进了医院 你到底和她说了什么 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瓦德的话就像是诅咒一样一直缠着伊莎 只能靠每天帮瓦姆祈祷过活 而另一边的瓦德也辗转难眠 女孩从出生就裹着投杀 导致年方二八也无人敢娶 唯一喜欢她的瓦姆也因病倒下 为了能让阿姨尽快苏醒 伊莎每天下班就去医院探望瓦姆 并真诚地祷告 这一幕被瓦德撞见甚是欣慰 当瓦德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声泪俱下 伊莎不知如何安慰她只能默默帮阿姨祷告 晚上医院只允许女性留下来陪我 作为亲人的玛丽被安排留下 但她一百个不愿意 心生一计打算让伊莎替自己留在医院 伊莎没多想立刻答应 不成想半夜瓦德接到电话得知母亲病危 便准备迅速赶往医院 却与玛丽打了个碰头 这才得知她竟然将一个外人留下来照看母亲 瓦德不想听她任何解释 好在瓦姆经过抢救已经安稳 伊莎在医院守了一夜 看着睡在母亲身边的伊莎 瓦德心生感激 一大早便给伊莎买好早餐送到病房 或许是伊莎的付出感动了真主 瓦姆终于醒来可以出院 玛丽也开始献上殷勤而瓦姆爱达不理 却偏偏对一旁的伊莎暂许有加 自己多么希望能拥有像伊莎这样的女儿 玛丽一听顿时找借口想撵走她 临走前 阿姨将一打钱塞进伊莎手务 表示权当家里请了个保姆也要付出报酬 这无疑是要和伊莎撇清关系 暗示她不要痴心妄想想进这家的门 伊莎明知自己不是为了钱 而是真心诚意希望瓦姆能好 将钱又归还给了阿姨 刚被羞辱的伊莎出门就碰到瓦德 毫不知情的瓦德为了报答恩怨 打算开车送她回家 路上伊莎偷偷抹眼泪 为了不让瓦德知道 她谎称是沙子迷了眼 瓦德表示自己欠伊莎一个人情 如果她需要帮助就随时张口 隔天在公司 由于伊莎最近忙着照顾瓦姆工作失误 导致公司损失不小 瓦爸很是生气 可这一回瓦德竟然替伊莎求情 晚上伊莎回想起两人的点滴 竟不由自主地偷笑起来 另一边玛丽为了让瓦德原谅自己 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 瓦德被她的眼泪所折服打算原谅她 殊不知这都是玛丽对付瓦德的伎俩 紧接着她又开始哄破功 可她的那点招数在瓦姆这里根本行不通 瓦姆提议让伊莎来家里做祷告 为了感谢她 瓦姆特意准备了一些礼物送给伊莎 然而趁瓦姆不在 阿姨又开始使绊子 故意讽刺像伊莎这样的穷人 姐姐是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的 好在妹妹塔莎不是个好对付 阿姨也只能闭上了嘴 经历这些事情 瓦姆希望儿子能会掩饰 表示伊莎才是瓦德最佳配偶 瓦德陷入迷茫 晚上爱慕塔莎的堂哥控制不住自己躁动的内心进闯入房间 这可把两姐妹吓坏了 塔莎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爱堂哥 让她死了这条心 为了能让塔莎嫁给心爱之人 也为了能稳住堂哥 父母决定将伊莎许配给堂哥 而一贯听话懂事的她为了替父母分担 只能将自己对瓦德的爱意埋藏在心里默默接手 两人简单举行订婚仪式 为了隐藏绝美容颜 女孩从出生就裹着九层沙 导致她被再三退婚 虽然伊莎早在不知不觉中对瓦德产生了胆情 可瓦德不仅已经有了未婚妻 甚至她从一开始就瞧不上保守的伊莎 她也只能将这份喜欢偷偷埋在心里 而父母为了不影响塔莎出嫁 决定将伊莎许配给堂哥 隔天下班突然下起雨 伊莎没有带伞 好在瓦德路过想要送她回家 伊莎本想和她划清界限 但实在打不到车只好让瓦德送自己 一路上她刻意和瓦德保持距离 不成想走得太着急竟将手机落在车上 瓦德发现后反程将手机送回家 刚好撞见伊莎不整的伊莎 就在刚刚湿透了的伊莎换身衣服洗了头 堂哥趁无人走进房间 伊莎的美貌终于显现 堂哥看入了迷不惊夸赞起来 这让保守的伊莎很是愤怒 他立刻将投杀戴上 对于他来说 在没嫁给丈夫之前 所有的男人都是陌生人 坚决不能把头发让陌生人看到 而堂哥的冲动不仅侮辱了伊莎 更是侮辱了真主 好在瓦德前来 伊莎吓得躲到其身后 瓦德二话没说直接给堂哥一拳 堂哥也意识到自己错了便向伊莎道歉 可侮辱已经成为事实 得不到原谅的堂哥也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 当即便取消婚约 另一边玛丽为庆祝自己即将脱离单身生活 江湖朋友叫到家中举办派对 这让瓦母无法接受当面斥责他 而受不了委屈的玛丽立即和瓦母顶撞起来 并扬言让瓦德父母去看心理医生 他们无长辈且不自重的表现令瓦德极其愤怒 瓦德挥起巴掌想要骑闭嘴 可终究还是没有打下去 瓦德也开始怀疑两人还能否继续下去 可曾经母亲已然劝告自己要看清玛丽 由于自己有眼无珠导致母亲跟着受物 一想到这些 瓦德内疚不已 竟拿起小刀准备了结 好在这一幕被前来祷告的伊莎撞见 立即上前阻止他 并斥责他就是个懦夫 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或许是伊莎的话骂醒了瓦德 他请求母亲的原谅 保证以后坚决不会再伤害自己 自此 瓦德每天都到清真寺祷告受洗礼 回来还不忘给玛丽带回投杀做礼物 并要求他婚后也要带着投杀 在前一幕话间是伊莎改变了瓦德 瓦母见到如今的儿子甚是欣慰 两人的对话被玛丽听到 他气急败坏地去找伊莎 当着众人的面修辱他 最后留下一句瓦德是他的后转身离开 隔天瓦德在开会 伊莎哭着冲进办公室 将昨天玛丽来修辱自己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瓦德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表白 弄得伊莎措手不及 他根本不会相信 一向看不上自己的瓦德怎会动情 他认定一定是瓦德在开自己玩笑后便跑开 瓦德向玛丽求证是否属实 并郑重其事地告知玛丽 自己就是爱上了伊莎 决定和她解除婚约 瓦德给伊莎打电话却遭到拒绝 得知伊莎以生病为借口请假回家 他便冲进家中寻找 即便他百般解释 伊莎还是不相信他 父母决定帮儿子一把 两人亲自来到伊莎家提亲 而瓦德也对伊莎深情表白 伊莎也感受到了瓦德的真心 一个月后 在一起的两人双双被穆斯林聘请为阿红 堂哥也寻求伊莎的原谅 而受刺激的玛丽苦苦哀求瓦德哪怕做小也行 瓦德让他死了这条心 两人伴着月色一起唱着圣赞 真心相爱的人一定会突破万难 幸福美满 再见